前列腺结石有什么症状和危害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强 陕西省中医医院外科主人医师 前列腺结石这个情况 实际上就是往往是在我们做B超 一些相关检查的时候会发现前列腺结石 因为有的B超报告出来以后 他发现前列腺里面有比较强的回程光点 他会报告前列腺结石 因为前列腺这个腺体 它是开口于后尿道这个位置 它跟尿道可以说是相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是结石的形成 就是有着尿液返流 尿液缠达的沉积 前列腺体本身慢性炎症 沉积钙化以后 形成前列腺微小的结石 前列腺微小结石出现以后 它治疗起来 还是要看以前列腺炎 或者前列腺增生的症状来治疗 就前列腺结石的本身 并不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和影响 如果没有症状 甚至可以不去干预它 这都可以 如果有前列腺炎的症状 或者是前列腺增生的症状 那对症治疗也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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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